第三三体,蓝牙利用杠杆原理,以细杆与细线细柱风铃,不同杠杆在其支点两侧的立弊长度比如图所示,细杆及细线的重量忽略不计,以之所有的杠杆都呈水平平衡,若甲风铃的重量为3公斤重,则以柄两风铃的重量分别为和。 那我们首先看到呢,我们的乙丙要保持的是平衡,所以呢根据我们的杠杆原理,1乘以乙的重量要等于2乘以柄的重量,所以我们发现乙跟柄的重量比例呢是2比1,所以我们的选项是一根选项珠呢都是错的,因为他们乙丙的重量比呢都不是2比1,再回来看到甲的这一边,甲的利弊是2,它的重量是3公斤重,另外一边的利弊是1, 那么不晓得有多少公斤重,所以它算出来呢x就等于6,表示呢这边有一个6公斤重力量往下拉,那么同时表示它在下面乙丙这边呢就有个6公斤重往上拉,这里既然有个6公斤重往上拉,那根据净义平衡,合力等于0,合力矩等于0,那么我们两个乙丙的向下作用力的总和也应该是6公斤重,那就发现呢只有选项B呢是对的,它只有它的 合力呢是6公斤重呢,A呢是错的,所以呢在这里我就不需要再利用干岗原理再做一次才能够求出答案了,因此第三三题问我们说,则以丙两封铃的重量分别为何,我们答案选的是B,以等于4公斤重,丙等于2公斤重 就好 对 对